蓬佩奥等一些美方政客 对中国有关企业的指控 完全没有事实根据 蓬佩奥等一些美方的政客 一再向其他国家施压 对别国的5G网络合作建设指手划脚 公开胁迫其他国家 要服从美国的旨意 这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 说到底 美方之所以对有关的中国企业百般打压 不是因为国家安全 也不是为了民主自由公平对等 其真实原因就在于 这些企业是中国的企业 而且是其行业里的领先者 我们希望各国都至于维护公平公正开放 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 要像坚决抵制种族歧视那样 坚决抵制全球科技产业合作当中的国别歧视